哎呦 这不是我鸡鸽吗 从哪里出来的 一出现就发现他在别人房顶上奔跑 我都以为他这一次跑了之后再也不会回来了 因为有一两天没发现他了 这今天一大早他又出现了 而且这玩意儿是专门回来制造噪音的吧 一回来之后就不停的叫 哎呦 吵死人啊 这叫一遍不就行了吗 一遍遍的叫 这个声音的穿透力真的是特别强 前两天他跑到别人油菜地去的 然后昨天也没听到在油菜地里面叫 我都以为他飞走了 没想到他又回来了 去看一下他 在树上发现他了 这鸡鸽特别好找 因为他叫声很大 我发现鸡鸽混得可以哦 不是在树上就是在房顶上 很安全 不过他们多数时候都喜欢在地上 这是他们的习性 他现在的这个叫声是在示威 整个这一块是你的领地一样 哎 你不是要飞下来吗 怎么又开始叫了 还好我们农村 鸡啊 鸭啊 鹅啊 牛啊 狗啊 啥的 还有野生动物 野生鸟特别多 青蛙啊 一天到晚都在叫 不然的话这家伙人家肯定要把他打死了 反正只要是他在这附近 我都能找到他 因为他一天到晚都在叫 赶紧下来吧 哎 终于飞下来了 来 我摸一下你这几天有没有饿瘦 嗯 还挺胖的 看来这鸡这几天过得挺滋润的 又开始了这家伙 叫完之后你们看一下他状态 这个羽毛特别蓬松 激动得很累 哎呦 吓我一跳了 你追我干啥呀 哎呦 流血了 你们看一下我的手 力气怎么这么大呀 突然袭击我啊这是 我不知道他刚这一口伤口啄的有多大 反正立马就流血了 特别痛 你们说一下 这去哪里手里呀 太远了我 无缘无故的他啄我 我都怀疑这玩意儿 是专门回来啄我 和制造造影的 闭嘴吧你 吵死人了 一天叫到晚 我要把你这张嘴给堵上 还在叫 叫鸡哥 来 三号 不要猥琐的摇我的脚 叫一下鸡哥 把我的欺负成啥样的 哎 这三号也太没用了 我不喜欢你 下去吧 我真想用胶水把你这张破嘴给封起来 你一天咋这么能叫呢 这么吵也就算了 关键你跑两天你回来之后还咬我 从哪里学的 我劝你等一会赶紧走啊 不要再回来了 我一点都不喜欢你 赶紧去找母鸡去啊 这家伙已经熟悉了周边的环境 所以跑远了他也知道回来 我估计这两天他还是回来的 可能就躲在这个位置 我没注意 因为他以前经常都关在这里 所以说他对这个地方挺熟悉的 刚刚我回去吃了个饭 我以为他又飞走了 过来一看躲在这里 这个地方安全系数还是挺高的 这边有一只狗子 追他去了 哎呀 要跑就早点跑 我还省点了阳市 回来反正我也不管他 追他自己